今天晚上真是很激动 欢迎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和电视剧人来到东方 靳姐您觉得我应该领哪个苹果 你想拿哪个苹果 那这么多 我人气还挺高的 给我来个人气果 在2018年你人气比得上吴锦岩吗 现在谁的手机里面有几个吴锦岩的表情包啊 对吧 锦岩要不要现场给我们展示几个 来来来 这样这样我给你几个提示好吧 比如说今天拍戏导演心情不太好 把你给骂了 应该是什么表情 笑啊 笑啊 那今天导演心情好 制片人心情不好 把你给骂了 应该是什么表情 还是笑 但是你发现没有 吴锦岩这个名字特别好 对 锦岩慎行 是是是 在当今中国的娱乐圈啊 就是要少说话多做事 看什么 这在座的谁不知道 谁又您话多呀 我也不想说那么多 但是实力不允许啊 好嘛 对吧 王凯 我颜值还行 给我来个颜值果怎么样 怎么样 我看 不 啊 你看 打住打住打住 颜值颜值果哈 我看那个人来没来 如果那个人来了吧 你看 哎 哎 谁 孙红雷来了吗 孙红雷 又来了 哎 怎么红雷哥还带这个字幕的呢 干嘛呢 来为电视剧打call来了 人家有外号很多外号的 是什么 叫阎王 啊 不 阎王 阎王 对 孙漂亮 对吧 帅雷雷 对吧 孙娱乐宴 红雷修花 孙美丽 孙美丽 对 孙美丽 有这么多称号呢 哎 红雷我问一下啊 咱女儿好吗 女儿长得像你吗 长得像你吧 没问题 长大了以后走个性路线 开玩笑了 哎 有他在吧 这个颜值 行行行 那这颜值过我不要了 这样好 不能给你 真的 我有才华 给我来个才华馆 这个胆也挺大的哈 又怎么 你看我正面坐的是谁啊 黄磊 黄老师 作为教师和作家的黄磊先生 同时也是演员 导演 编剧 监制制片人士 歌手 还是个餐厅老板 整个后厨你全包了什么 成包了一个剧组 你比得了吗 比不了 比不了 对啊 俗话说得好 不会演戏的制片人 不是一个好厨子 是吧 黄小厨 你看在座大概有两万多个人 大家都没吃饭的 一会儿的宵夜 您是不是也包一下 所以说啊 今天晚上能分到苹果的人啊 都不是一般人 是的 那金姐 我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请问你一人分是两角 应该拿什么苹果 双面果 比如电视剧里面那个脱身 男主角成坤 对吧 演得不错吧 是 那何止是不错呀 真的 那看完这脱身之后 我就脱不了身了 那一人分是七角 叫什么果 葫芦娃 怎么就是葫芦娃了呢 对呀 怎么就不能是七仙女呢 你看比如我们台下 万倩 万倩在哪呢 这呢 对 仙女万倩坐在那 我跟你说万倩曾经 就在一部戏里演过七个角色 真的啊 嗯 哦 我知道了 是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那还不如胡了她呢 哎 我发现啊 今天到场了 有很多演员都演过什么呢 霸道总裁 霸道总裁 对 哦 你看 比如 霸道总裁 王凯 王倩 杨硕呢 金翰 啊 这来了 挺好 这么多霸道总裁 对 适合演那个总裁的 适合演总裁的 是 那你看今天这么多霸道总裁 咱是不是镜头对着他们 让他们给我们展示一个 自己觉得自己最霸道的表情 好不好 从金翰开始 对 来吧 来个最霸道的表情 好 很霸道 黄学生 呦 可以 那王凯呢 霸道一点 霸道 哦 又又又站起来 你干什么 你别上来 好 最后杨硕 那不杨硕来吧 嗨 就这样啊 反正他们今天 这个霸道不霸道 我是没看出来 穿的都很像总裁 对吧 而且他们四个当中啊 还不乏两位好手 号称娱乐圈最纤细 最修长的美手的王凯 那一首手啊 肉手界 颜值巅峰 黄轩 对 俩人要不要跨越大江大河 给我们握个手 紧紧地握在一起 哎呦 世纪之丑 这个镜头不多见啊 对了 这两个手握在了一起 厉害 哎 发现 郑凯啊 你发现没有吧 作为演员本人的名字 或者是艺名啊 其实特别重要 怎么讲呢 今年冬天 咱们东方卫视啊 播了一部电视剧 叫做《幕后之王》 我看过 结果上海整个冬天啊 一直都在下雨 为什么呢 一研究一调查发现了 这个剧的女主角叫周冬雨 对吧 而且我发现啊 不但名字很重要 名字和生肖也很有关系 咱们现在是猪年对吧 所以猪一龙在哪呢 那她这个名字 我姐姐看了一下 还能火下去 从猪年一直火到龙年 还能这么结婚呢 当然了 猪一龙嘛 从猪年一直火到龙年嘛 对吧 刚才说了火 对啊 对 但其实很多人的名字当中啊 我就是有点水 你比如说啊 金汉 余浩明 董洁 是不是很水 我告诉你 怎么能说别人名字里有水呢 说三点水 对吧 而且他们名字里虽然有水 演戏可一点不水 不像我 不像现在 有些的电视剧啊 名字里虽然没有水 但内容太水了 水得很啊 明明三十集的电视剧嘛 可讲完的故事 哎呀非要拍六十集 不 六十集都不好意思打招呼了 八十集才刚起步 一百集才算是大投入了 天哪 照照拍下去的话 未来的电视剧 我估计二百集都收不住了 没法看 对了 所以借此机会啊 今天晚上 我郑重呼吁 咱们所有的电视剧人们 咱们以后做电视啊 多来点干货 少来点损货 好吧 好 对吧 来点实实在在的了啊 今天其实还来了 很多的老朋友 对 那比如说唐燕和罗进 是吧 看大家没吃饭 今天又来撒狗粮来了 真是的啊 还有比如说李小冉 李开 哎呀 这皮肤 洁白 透亮 对 你看 你看这个区域 这区域的 这个一众明星 在他的衬托之下 感觉脸上都拖了反光板似的 他旁边那个人我特喜欢 好演员 于和韦老师也来了 圈内著名的动灵男神 是 于老师去年有一部电视 叫《猎毒人》 播得挺火的 但你们不知道吧 观众朋友们 这部戏啊 是他三十年前拍的 真的 不会吧 真的 因为他三十年前啊 和现在长得一模一样 来 不信你们看看 大屏幕 你看 还真一模一样 对吧 没什么变化 保养得很好嘛 对吧 是 其实啊 三十年前和现在长得一模一样 不算什么 有座山 一百年前就和现在一模一样 那就是百岁山 对啦 感谢水中贵族百岁山 对2019电视剧品质盛典的 大力支持 是的 那您广告语都出来了 我觉得我们也说得差不多了 对啦 该收尾了 那好 那我们就用2018年的电视剧的名字 来做个总结吧 好 您先来 我先开个头啊 我曾是一个裂毒人 揭穿了真爱的谎言 最后成功脱身 经历了无数次的归去来 在创业时代的大潮中 成为了幕后之王 可以啊 怎么样 要怎么说你话多呢 来吧 那我来 我曾是一名光荣的月嫂先生 经历了急速青春 遇见了正阳门下的小女人 很想对她说一句 好久不见 好 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所有的电视剧人 在2019年 我们一起跨过了 时代的大江大河 共同迎来了 美好生活 桂春 Leben 敬出 美好生活 感谢 我 我 你 我们 不可以 mich